今天是用Procreate畫素描的序篇 就是上色篇 之前... 等一下再說 首先我們在這個已經畫好的圖面上 新增一個圖層 圖層屬性選擇覆蓋 直接挑選物件的固有色去畫 簡單來說就是皮膚畫膚色 頭髮畫髮色 筆刷的話就挑一個稍微有質感就可以了 我自己的話是習慣用神音這一支 在選色的時候 盡量去選擇這個區域的顏色 原因跟我之前素描篇的影片講的道理其實差不多 如果可以請盡量讓你在畫面上的顏色的明暗 不要太極端 那把固的色都上上去之後 因為剛剛有分開畫嘛 所以這邊就可以發揮這個 傳說中電腦繪圖最無恥的技能 就是調色 調色 因為你剛剛有分圖層畫的關係 你可以慢慢把每一個顏色分開調整 調整到你自己覺得最完美的這樣子 現在是不是覺得 臉部受光面的部分好像太亮 這是因為灰階的基底它本身 明暗關心就已經做得太大了 就是白的地方太白暗的地方太暗 在這個情況下 你再用覆蓋的圖層屬性去作用 很容易就會超越了那個對比的極限 所以我們可以用曲線工具 把灰階的那個圖層的對比給 調小 像這樣子 調整完之後是不是覺得好多了呢 那這樣子的話 整個圖看起來完整度已經來到了87% 並沒有 到目前為止 明暗關係已經OK了 也沒有過於突兀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要思考的是 光的顏色以及畫面的對比 接下來我要教大家 五個技巧來完成這一幅畫 沒有帶進光的顏色 顏色的變化其實就會變得很失敗 尤其是在灰階上色這個方式裡面 所以我會直接再開一個塗層 一樣塗層屬性選擇覆蓋 接著在受光面的區域 用噴槍噴上偏橘的顏色 在不受光面噴上偏藍的顏色 這樣子會讓整個畫面比較有 冷暖對比的效果 注意喔這個部分還是一樣 慢慢來就好 下筆還是要輕一點 雖然你恰太重的話 還是可以復原 但是俗話說的好嘛 吃快撞破瓦 好這樣子效果就出來了 來比較一下覆蓋過後的色彩 是不是有精神多了呢 光線射進半透明的物體之後 會在物體內散射 然後再次的透出來這樣子 那詳細的物理資訊 請參考偉大的圍基百科 所以亮面與暗面中間的 這條明暗交接線上面 常常會發生一些很漂亮的色彩變化 而這也是許多繪畫的人 們會常去強調的地方 在這邊我就可以做一個 簡單的小技巧 大家可以在皮膚的明暗交接線上面 用筆刷或者是噴槍去 加上一點那個血液的紅色 像這樣子 順便啊 那個臉頰觸啊 眼睛啊 這些都是蠻容易透出血色的部分 也可以試著去加一點紅色 大家就會發現 它是不是更有血色了呢 很多那種動漫都會 給它那個 那個嘛 給它的臉頰加一點紅色的 那這個技巧其實我覺得它也是最難的一個技巧啦 因為你沒有偉大的這個圖層屬性大神來幫助你 加深你想加深的地方 或者是加強你想加強的地方 你只能從這個茫茫大海中來選色 來加強你的畫作 但是好險就是我剛剛所教的那些技巧 應該已經在你的畫板上留下一個蠻豐富的調色盤了 這時候你只要去吸取你目前畫面上的顏色來畫 那基本上你的圖面就不會太過的突兀 這時候也可以直接修飾掉一些 之前沒有處理好的小細節啊 例如像這些線條我覺得沒有生下去 我就直接給它用一個比較重的顏色畫下去 那臨口這邊的顏色有點太亂 我就直接平塗 塗平一點這樣子 總之這個部分其實有點回到原點的感覺 就是你還記得之前我們上篇有講到的嗎 就是畫畫很重要的就是觀察 我講過這句話嗎 畫畫最重要的就是觀察 觀察才會進步 觀察才會 有時候我會希望說 整體的顏色可以更協調 那我會用兩種方式來做 這種通常我就會叫它為濾鏡 第一個方法 首先打開複製貼上的這個面板 然後複製所有塗層 並貼上 接著 選擇調整裡的 T度映射 然後選擇你一個喜歡的顏色組合 做一些調整 最後把這個塗層的 透明度調 淡 然後你就會取得一個 綜合過的效果 第二個方法 開心塗層 直接丟一個你綜藝的顏色 直接 塗嘛 通常我會選暖色啦 然後塗層屬性選擇覆蓋 最後再將塗層的透明度調低 就會在畫面上染上一層顏色 讓整體的顏色更加統一 開心塗層 塗層屬性選擇覆蓋 筆刷選擇噴槍裡的軟筆刷 然後筆刷大小大膽的給它放大 顏色可以選擇用五彩色的白 直接在畫面的右邊接近光源的區域 可以大範圍的去噴 畫面左邊為了讓它更深 你可以選擇用五彩色的黑 不用到那麼黑 可能70%的黑去噴 這樣子會讓整個畫面呈現一個 由右至左的這個光影漸變 而且不會影響到原來的明暗造型 好 最後我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檢查畫面上是否有一個 最亮的亮點 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把亮點 做在我們人物的眼睛上面 因為是靈魂之窗嘛 所以我在這邊 試著加一些提神的顏色 像是高飽和的綠啊 高飽和的紅啊 但記住我不要加太多 加太多就會爆掉 然後黑與白的對比 也試著拉到最大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差不多完成了啦 好 我們今天的影片大概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謝謝你的收看 總之我覺得 素描或者是灰階上色這種東西 是很有助於提升個人美感啊 繪畫技巧的東西 即使我現在的創作主軸 不是在素描或者是灰階上色上面 但我還是登覽會常常去做這些練習 像我拍這支影片也是順便來自我練習 大家可以去維基百科上面去查一下 有關素描的定義啦 雖然網路上的這些知識不一定完全正確 但是我覺得尤其可以參考的價值在 你們可以去參考一下 然後去思考一下說為什麼 大家都會 每次在你剛開始學畫圖的時候 都會叫你去學素描啊 學素描啊 你有時候也不知道在學什麼XX 但就是 從今天開始你就可以稍微去思考 在我在 continued... 在學校中的下廣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